各位同学好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 凌文老师的英文百宝 像编码73 是我最新的网页 它的永久网址在 凌威 W-A-Y-E-T 好 就是凌威 ET 是EnglishTeacher.com 学习RW 就是跑道73 后面再来就是Index 这你就参考了 那进来之后呢 你也就是说 你如果不懂 我再秀一次 这是我的永久网址 那进来之后 下面有个叫做 行动世代的秋叶 组 今天凌文老师要讲 这本文章叫中产阶级 穷啊 尤其今天我听到中广 他就在讲 在全世界富裕的国家 特别在英国了 他是英国来做举例 他去调查 他说 阶级流动是正常的 也就是说 从战后婴儿潮 X世代Y世代 阶级流流是正常的 但是呢 他们讲说 这个下流社会 有一本书 我后来发觉 我根本没有看到这本书 他后来想买 他说已经绝版了 什么意思啊 就代表说 你往下走的机会就比较高 上面的好工作缺不多 也就是说 他有下一个小结论 他说 如果你爸爸妈妈的经济地位很好的 比如说医生律师等等的 那么你会比一般成功的机会有20倍 好 进来你们可以看到说 家境资产缩水 全球中产阶级现困境 这真的是事实 尤其我又是自己光去吃晚餐 就发现到 食物怎么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就快变成小菜了 你叫青菜会变成小菜了 那下面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看到没有 The middle class is poorer today than it was in 1989 哇 你看多久年前 11加14多少 25年前来比 中产阶级比25年前穷多了 不得了 来我把这段把它copy下来 然后呢 如果你丢到Google翻译 你会知道会非常的好笑 你看右手边翻译的 经济的基本面 好了 好了 好 它缓慢而稳定的 但复苏 什么 以及足够的喝着 让我们回到接近正常的经济 已经超过了危机的高峰期 失业率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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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不是最好的时代 它肯定不是最坏的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雷曼兄弟破产 威胁到我们 送到我们第二次大萧条 看一大堆 对不对 好像有点看得懂 对不起 我又再回来这个网页 它下面这样的一个数据 才不好看 你看 又开始下来了 对不对 你看后面那句话 应该是更清楚 每篇文章最有趣的地方 就一开始跟它的结束地方 好 我再贴看最后面的位置 你看没有 中产阶级换句话说 不能从假装的什么经济 为他们工作 但是人们也不会开心 因为他们知道不用假装 什么意思 你从很多地方 给Google翻译看不懂 对不对 所以Google通常只能翻什么呢 翻单字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的 效果比较好的 好 我们把这边把它贴过来 我们看看这种说法 Home Equity lines of credit are down almost 25% from their peak and are still declining 好把中国的关子 把它稍微做一个点选 好 The middle class in other words can borrow from the future to pretend that economy is working for them today 这句话听起来好悲剧 这什么意思吗 中产阶级 通常我们从未来借钱 什么叫未来借钱 贷款 房贷 车贷 对不对 来假装经济是好的 但现在当只有那些有钱人能够借到99% 1%的真正的实际的 真正他的他的自备自备款 不得了 我们人人要借 拜托越来越难了 所以人们没办法开心了 因为他们不能再假装了 Pretend 好 我们看几个关键字吧 首先这个credit 你知道这边 你有听过信用卡吧 对不对 PAK 这样看得懂吧 对不对 第一次要Immet decline 好 你看 我跳得很快 希望你们能弄懂 Pretend 你看 这都很快就出来了 非常多的用法 那这些东西 你看到什么东西 是联母老师讲解文章 所使用的工具 也就是说 我们来看英文的时候 看文章的时候 网络 这个这边所提供的一个 我自己所内建的东西 非常的方便 应该pretend 有没有形容词 pretentious 有没有名词 非常不常用 好 那另外刚好看到 Google翻译了 至少这边的pretend 又给我们看了一个重点 你看这边东西 我把它拿掉 你看 home adequate lines of credit 至少房屋禁止的信贷现 什么意思 就是讲简单说法了 我们去银行 能不能借到钱 对不对 那你就发觉到说 哦 原来很多的商业文章 需要累积的功力 才能够翻出来的 对不对 好 那你看这个equity 这个字够难吧 这真的是商业用语 equity 这边有讲equity 他说呢 第一可以当平等的用法 不过这边equity 有另外一个用法 他说the value of a company 公司的价值资产 或者说the value of a property 房产 对不对 在你付过了任何的贷款之后 所以他有很多用法 所以代表你的房子的净值 就叫equity 好 当然就是扣掉你的 那个贷款的意识 好 扣掉你的那个负债 所以你看 有林文老师三种工具 我来讲一篇文章 才讲得比较清楚 简单的说法 就代表中产阶级在往下移动 而且你要往上移动 hold住你的工作很困难的 那你说我心里烦不烦 我50岁了 多多少 怎么会不会烦 我现在户头里面 才那么几万块而已 好 但是我要hold住我的工作 那维持有收入 那我的房贷已经付完了 这是我们至少最快乐的一点 维持生活 两三年内也没问题 两三年后 人都要努力往前走啊 那林文老师为什么这样讲解这些文章呢 因为我觉得是对的事情 林文老师是谁啊 我是上传3221个线上课程的英文老师 我教书了20年 教升大学20年 考大学20年 高一高二高三 那今天我所线上课程教学第三年 你看3021个课程 5到10分钟的为课程讲解 讲解Time杂志跟经济学杂志 你要做的动作就是 购买林文老师的付费课程 因为全台湾找不到我这样的价格了 一个月200块 一个礼拜收拾篇文章 5到5 就是经济学院杂志跟太杂志各5篇 我收拾年费的 那请你真的认真考虑 你要不要投资你自己 因为这个世界正在翻转当中 完全不是像你所想象的 像你爸妈那个年代 你现在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们这个阶级的剥夺感 那阶级的动荡 M型化 L型化 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生 甚至呢 还有个更大的危机 在韩国跟中国大陆 它的FTA已经正式签约了 明年开始正式发小 三到五年的时间 台湾的很多的行业 完全大受影响 我特别把这段生意档剪下来 纺织工具机 这个玻璃 面板 等等的 甚至电子产品 我们跟韩国共同达70% 可是到大陆去 我们都是共用的 共同的区区的出口的方向 但是他们是零关税 光听到这点就觉得 我觉得台湾这是好事 该觉醒了吧 不用再等了 服贸贸贸一直挡在那边 人家我们要该把握的机会 我们的执政长在干嘛 给我们只能投下不信任票 好 重点是 我们不管骂政治 骂什么半天 帮助你自己吧 看到任何清楚的状况 你要待在台湾 还是离开台湾 你要进入台湾的哪一个行业 你的薪资比较不受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讲通通都是废话 对不对 所以重点 赶快投资你自己吧 把握你自己 刘老师就是认真的往前走 你说这一行 我既然交信呢 可能会带到什么样的 这么样的光景 没有 就默默认真的 在做自己该做对的事情 就这样子 那我赚到的那小小的时候 去拿去买书 维持我的一些小小生活的乐趣 就这样而已 您说对吗 你也帮助你自己吧 公众相会 拜拜